偶像海報掛滿牆 搖滾抒情J-POP無限輪播 東京色谷被稱唱片天堂 在這slogan憨的是 但當聽音樂從黑膠CD跑到串流平台上 靠的技術竟也屈精台灣 日本的音樂串流平台SmartParts 就是由台灣的KKBOX母公司KK Company 一手操刀 而現在更從音樂串流進化到 多媒體串流都能做 在日本人工智慧展裡頭成為焦點 MIT多媒體串流技術舉個例子來說 補習班學生搜尋筆熱公式 平台自動列出所有影片 精準到幾分幾秒直接標記 不知補習班目前也幫朝日電視台 健身俱樂部等做多媒體串流 成了日本人眼中軟體代工界的台積電 已經有近三百家不同產業都來談 獲取一個在大市場營運的經驗 然後把這個經驗拓展到其他的歐美的國家去 以企業為主的業務貢獻45%營收 是未來兩年成長動能 而賺錢模式改變也反映在毛利率上 比起做2C消費者市場 毛利率翻倍可以達到60%以上 叫做商業模式 其實是訂閱式的加上平台式的 它是一個經常性的一個收入 相照Spotify Apple Music 專注音樂串流 KK Company早就延伸觸角跨足影音 也再次證明台灣科技世界強 東京的採訪報導